台中釣蝦場有加碼活動 帝王蟹不是融蝦釣得到 台中的朋友 還有一個賀康的要告訴你 你想要吃串燒 你又不想自己串 你又想要回家烤一下 享受一下 假裝是自己在烤的快樂的話 居然也買得到 即時串燒 對 那這次疫情 因為不能在戶外烤肉 所以生意人 台灣的生意人非常的聰明 我們不能以不變硬萬變 應該以萬變硬萬變 台中逢甲有一個燒烤店 它就即時的串燒 那即時串燒燒 它已經幫你微烤了 微烤以後 你回家以後 稍微加個熱就可以了 一方面 你享受那種烤肉的樂趣 一方面 烤出來的肉 真的非常好吃 你跟我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這個不烤過 你自己烤的肉 真的有時候會吃一 有時候會不會吃一 炒火燙的啦 有的一大堆啦 小孩就給你貪 肉烤得很燙烤對不對 另外 因為很多這種 所謂的一個單身的 270塊 你就可以去一店去烤 你去烤的時候 所有的葵菜 白飯 湯 都給你吃免費 甚至什麼 都不用收10%的服務費 如果說到烤肉 我要在家烤怎麼辦呢 今年最暢銷的是電烤肉盤 電烤肉盤是699開始 我跟你說 只有我們國務台 一天都出千幾台 成長幾倍 成長四倍 就是這樣一台嗎 對 699塊開始而已 699起價當然又比較貴了 但是因為電烤肉 對家裡來講是比較安全的 你如果用瓦斯的話 不用再起火 而且小孩子會比較危險 對不對 所以用這樣子 那今年是大暢銷 包括像這個PCフォン 他說今年所有的跟烤肉有關的家電 他就成長了一倍 那如果說到這個烤肉價 我跟你說你實在不相信 台灣第一名 這個還是台灣之光 有一個老闆做45年 就是只做這美业而已 一生懸命 在民國25年 他在華夏農業農專畢業的時候 就想說來靠國務員員 靠掉了 把他送到海關他沒了 他想說我要來農林田 那時候台灣政府農林田 結果沒了自己創業 自己創業不知道要做什麼 英文也普通普通而已 就去我們的國貿局 每天都等 有一天去趕著一個澳洲商人 他說你幫他拿瓦斯的調節器 調節器我們瓦斯沒有一個瓦斯頭 換一個百八塊 本錢六十塊 他說好啊好啊就拿 他做得都不錯 他覺得瓦斯爐 很簡單 沒什麼都好 做到最後 他就幫國內最大的品牌 林內瓦斯爐代工 代工之後 一直做一做 做到民國七十四年 他想說做這個也不好 因為進入的人太多 那真的是鴻海 這樣要怎麼辦 他做那個美國人 你看那個美國人 都在外面庭院 都一個烤肉教 來做那個啊 但是看啊你看 沒什麼樣子 他剛去一個美國的 客戶院長住了兩年 他是復活度 他也要客戶去上教堂 他沒辦法 你還要盤子 美國人就天主教 每個禮拜上教堂 基督教上教堂 他看一看就來做做做做 做到最後 為多少 為美金一九九 做到四九九 美金一台 他的本錢 四九九在美國賣多少 賣兩千塊美金 哦 要這樣 生理有夠好 所以他在民國七十四年 開始做到八十五 八十五年的時候 就打到那個娃娃 娃娃的時候 他在美國就一個拼擺 但是他一直做 做做的他覺得說 欸 這樣我也是要生氣 不可以一直都做到一九九 尤其 在美國八十五年 屬到什麼 屬到台幣大升值 台幣為四十五 一比四十 升到一比二十四點七五 哇 我跟你說 那多一大堆 所有的外銷多了料 他如果沒多算不錯了 所以他就自己創新 研發 設計 然後直接跟客戶做什麼 量身訂做 做到最後 他現在做最好的 最貴的 定規一四九九美金 一台一四九九美金 他說 有一次他在台灣吃飯的時候 有人說 欸 台灣有一間五千元 去飯店 他聽說那一個烤肉架 那三百萬 烤起來五百多好吃 他笑著說 啊 沒什麼啦 我那一四九九的 烤起來跟他一樣 他說有一次在展燈場 看到一台外國人 設計的烤肉 那個烤肉爐 戶外烤肉爐 上面這個美金一百萬 喔 趕快看看 他說看頭看尾看尾看尾 剛才因為他賭金的 這樣而已 啊 其他都一樣 所以他的一四九九 可能在美國 不超過六千塊的美金 這就差不多世界上過了 所以他在地做在地做 今年做到多少 做到六十億 所以說 這間公司 也是我們台灣的之光 中文有道理 每兩天都回到 再次程哇 那是個月 那是個月 那是一個人 做到 老闆 她是個月 那是什麼 有的 我們看